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新年一史尼泊尔就传来了噩耗 一架载有72人的飞机失事 目前已经确定有68人遇难 能否找到生还者 所有人都觉得希望渺茫 在人类的航空史上 经历这种重大空难之后 能存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 但是曾经就有过那么一位小姑娘 她不仅从近万米的高空坠落 奇迹生还 而且还穿越了危机四伏的亚马逊丛林 逃出升天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她的故事 时间回到1971年的12月24号 圣诞节前的一天 南美国家秘鲁首都利马的查韦斯国际机场 国内航班出发厅里挤满了旅客 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人们都想立刻搭上飞机回家 和家人共度圣诞 但偏偏这一天天功不作美 天上黑云层层 有多个航班陆陆续续延期或者取消 眼看着回家无望 很多人都垂头丧气 突然在一个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旁边 聚集的乘客当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刚刚得知 他们要搭乘的那架508号航班 会准点起飞 508号是秘鲁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 秘鲁国家航空公司缩写是Lensa 508航班用的是洛克希德公司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臭油工厂 它所生产的L188A型民用飞机 臭油工厂的军用飞机在全球是杠杠的 但是在民用飞机领域就差了那么点意思 这款L188A型机翼设计就有小毛病 1959年在美国刚一推出的一年之内 就出了三起击毁人亡的致命空难 立刻就被淘汰出了美国视察 但很奇特的是 它在南美一直运营良好 没有出太大的安全纰漏 508号航班 这款L188A型飞机将从立马起飞 飞越安地斯山脉 最终抵达目的地伊基托斯 这一路飞机都会在广阔的亚马逊雨林上空飞行 508号航班此时已经完成了起飞前的检查 就等着乘客们登机了 乘客当中有一对母女欢天喜地 母亲是玛利亚·克普克 女儿是17岁的朱莉 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朱莉安娜·克普克 本来头一天 玛利亚就应该和女儿回家和克普克先生团聚了 可是由于天气原因 那架航班被取消了 玛利亚又费了好大劲 才抢到了508号航班的两张票 可就为了这两张机票 他还和先生吵了一架 因为克普克先生早就叮嘱了妻子几回 不要买毕鲁国家航空公司的机票 原因很简单 毕航Lensa的声誉很差 1966年发生过一起空难 49人死亡 1970年又发生空难 100人死亡 在短短的五年之内 发生了两次巨大的空难 谁看了也要打个寒战 但是玛利亚也没辙 圣诞节前的机票多难搞啊 B航Lensa这两张机票 是好不容易才抢到的 他觉得自己的运气该不会那么倍吧 好不容易坐一回毕鲁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 就会碰上空难 还真的就被他碰上了 中午时分 508号航班准时起飞 朱莉和妈妈坐在一排三座的位置上 朱莉坐在靠闲窗的位置 妈妈坐中间 边上坐着一个大块头的男乘客 闲窗外晴空立日 雄伟的安提斯山脉就在闲窗下方 此时身边的大块头男乘客 已经进入了梦乡 玛利亚也昏昏欲睡 只有朱莉睁大了眼睛 回味着不久前的高中毕业典礼 大约20分钟之后 飞机已经飞过了安提斯山脉 进入了亚马逊雨林的上空 这时窗外传来了 轻微的雷鸣电闪的声音 打断了朱莉甜美的回忆 原来飞机一头扎进了雷暴区 暴风雨突如其来 玛利亚这个时候也完全清醒了过来 她紧张地盯着窗外 可能是想起了丈夫的叮嘱 确实不该买这家航空公司的机票 她不禁紧紧地握住了旁边女儿的手 但朱莉却是好奇地 看着窗外的景象 闲窗外一片漆黑 一道道的闪电 滑亮了漆黑的夜空 照亮了层层黑云 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空 朱莉也紧张起来 这个时候飞机突然在气流当中 使劲颠了一下 座位上方的行李舱 一下就被弹开了 东西哗啦哗啦洒落下来 有一件圣诞礼物 还重重地砸在了朱莉的身上 此时窗外突然发出了一道刺眼的光芒 朱莉看到了一个光球 掉在了飞机的机翼上 机翼突然断裂 朱莉全身的血液此时都凝固了 这个时候她突然看到一个 类似天使模样的光影 朝自己飞来 朱莉还没来得及 有任何想法的时候 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尖叫声 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 同时在耳边响起 在机舱当中 行李箱包裹到处乱飞 折断了翅膀的飞机 从8000米高空 一头栽了下来 飞机下坠到4500米高度的时候 机体撕裂了 一下子新鲜空气涌进来 朱莉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这一击她就醒过来了 这个时候她已经被安全带勒得喘不过气来了 可更加恐怖的是 她居然发现自己的脚下是空的 她并没有踩在飞机的地板上 自己正在急速下坠 下方绿色的亚马逊丛林越来越近 朱莉尖叫着再次失去了意识 飞机的碎片在亚马逊丛林 方圆15公里的范围内倾泻而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朱莉迷糊糊的有了点意识 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黑暗房间里 像风一样的飘来飘去 同时又觉得自己身上很脏 这时她听到一个声音轻轻响起 睁开眼睛就可以洗去身上的泥土了 朱莉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她发现自己正趴在地上 地上湿漉漉的 似乎刚刚下过雨 还有东西轻轻压在自己的身上 她迷迷糊糊的一摸 原来是一个倒扣过来的三排座椅 朱莉这个时候猛然想起来 天哪 我坐的这架飞机坠毁了 摔在亚马逊丛林了 妈妈呢 妈妈在哪呢 朱莉心里一急猛然坐起来要找妈妈 她就觉得头晕想吐 她意识到自己有脑震荡 而且有一只眼睛几乎完全看不见了 那是因为这只眼睛完全肿了 遮挡了视线 朱莉摸索着三排座椅 发现妈妈连同座位上原来的那位大块头男人乘客 通通都不见了踪影 朱莉觉得心里一哆嗦 小姑娘赶紧定了定神 她慢慢地坐了起来 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状况 朱莉吃惊地发现 自己右锁骨骨折了 小腿上还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但没流血 但是除此之外 身体的其他部位除了有一些滑破的伤痕 还可以说得上是完好无损 这个状况对一个从今万米高空坠落下来的人来说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幸运 朱莉用那一只还可以的眼睛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座椅背后插满了乱七八糟的树枝 她意识到很可能是这座椅掉到了树冠上面 才救了自己一命 但朱莉来不及为自己庆幸 她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找到妈妈 朱莉有轻度的近视 眼镜早已经不知去向了 她环顾四周 发现机舱的部分残骸 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朱莉亮亮腔腔地爬到残骸附近的区域 疯狂地寻找 但是很不幸 没有找到母亲玛利亚的任何踪迹 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找到 朱莉此刻万念俱灰 只觉得世界把自己抛弃了 她瘫倒在地 绝望中想到了父亲 朱莉的父亲科普克是一个德国人 二战之后想偷渡到美国去 结果阴差阳错地跑到了秘鲁 就成了一名动物学家 后来和鸟类学家的玛利亚 两个人结了婚 两人在亚马逊丛林里搭起了一座简陋的生态站 专门研究雨林当中的动物和鸟类 朱莉出生以后 就在亚马逊丛林当中长大 她把巨嘴鸟当成宠物 对丛林里的美洲豹 有毒的狼猪 毒蛇都习以为常 她在森林里可以像土著人一样自如地行动 万念俱灰的朱莉在机舱残骸里 躺了一天一夜之后 肚子饿得咕咕叫了起来 她意识到自己必须振作起来 要不然真的就永远埋试亚马逊丛林了 朱莉强打起精神 在飞机的残骸当中 搜寻可用的生活物资 很幸运被她找到了一袋糖果 还有一块坏了的蛋糕 蛋糕不得已只能扔掉了 于是这袋糖果就成了朱莉唯一的口粮 她开始了自己走出丛林的旅程 12月的亚马逊丛林正处在雨季 气候温和 白天平均大约20摄氏度 晚上平均15摄氏度 这个气温让只穿了一双凉鞋 和一条薄薄短裙子的朱莉 不至于被冻得瑟瑟发抖 丛林是朱莉成长的环境 对她并不陌生 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 找到正确的方向走出去 这才是最困难的 朱莉这是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话 如果在丛林里面迷路了 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找到水源 小溪通向小河 小河通向大河 最终能带你走出密林 朱莉一刻没等 开始寻找小溪的踪影 与此同时 508号航班坠机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壁路 营救小组派出了直升机 在失事地点仔细搜寻 就这么拖着疲惫受伤的身体 朱莉边找路边走 行动肯定快不了 在她坠机生还的第四天 她摸索地来到了一片 比较空旷的地带 在这里她看到了自己 有生以来觉得最恐怖的一幕 只见一排飞机座椅 半截入土 而椅子上呢 还有三位女乘客的身体 她们的身体就像子弹一样 被打到了地里 朱莉咬紧牙关 鼓起勇气 走近看到这三具尸体的脚趾上 都涂着指甲油 这她才松了一口气 瘫坐在地上 幸好不是妈妈 因为妈妈从来不涂脚指甲油 朱莉这个时候 经历了精神的高度紧张 体力又严重透支 一屁股坐在地上 就无法动弹了 不知道坐了多久 突然她听到了一种 期待已久的声音 声音还越来越大 朱莉就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 挣扎着站起来 顺着声音找过去 终于她看到了一个全眼 水哗哗地流出来 汇成了一条小溪 这个时候已经在 丛林中走了四天的朱莉 终于精神一震 她知道自己有得救的希望了 虚弱的朱莉 停停走走 顺着小溪 终于找到了一条小河 但是朱莉的心都凉了 因为小河里长满了 一簇簇的野甘蔗 在亚马逊丛林里长大的朱莉 知道这些野甘蔗 只长在人际罕至的地方 在这儿戴上一辈子 恐怕也不会有人找到自己 这个时候朱莉又听到了 天籁之音 她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 似乎是在寻找幸存者 朱莉用尽了自己最大的声音喊叫 但是直升机上的人没有听见 很快直升机就飞远了 朱莉发呆地望着天空 几乎都绝望了 她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 她此时心里涌起的唯一念头 就是学妈妈当年教她的祈祷 心里说 神啊 只要您让我平安离开这里 我以后一定会报答这片土地的 也不知道祈祷了多久 突然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从林里传来了咕噜咕噜的鸟叫声 朱莉一下就清醒了 这种叫声是一种叫舍智的鸟发出来的 作为鸟类学家的妈妈 曾经告诉过她 舍智一般都成群结队地生活在大河的岸边 这也就意味着大河离这个地方不远啊 朱莉一打起精神 顺着鸟叫的方向走了没多远 果真一条大河出现在眼前 但是朱莉的脸上没有笑容 因为现在还远远不是庆贺的时候 朱莉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够看到人 而且最关键的是河里充满的危险 鳄鱼 食人鱼这些恐怖片里常见的怪物 在亚马逊河的深水里随处可见 而且河岸边还有一种更危险的鱼类 黄鲦鱼 它的学名叫刺虹 这种扁形的鱼类通常生活在河边 潜水区的泥沙堆里很不起眼 黄鲦鱼本身并没有攻击性 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踩中了它的尾巴 麻烦就大了 因为它的尾巴上有毒刺 中招了它毒刺的人 轻者伤重者死 朱莉在河岸边顺着水流走 她捡了一根木棍 边走边往沙土里面戳 是希望能够把藏在沙堆里的黄鲦鱼给赶走 朱莉马不停蹄地赶路 河岸边有三三两两的鳄鱼 但幸运的是这些小恶魔 没有任何要攻击朱莉的打算 反而见到朱莉扭头就逃走了 大概是因为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的他们 基本就没有见过人类 看到朱莉靠近之后 反而是他们忙不迭地 向河中央游去 此时距离朱莉坠机已经超过五天了 它越来越虚弱 唯一的食物就是这袋糖果 幸好淡水到处都是 奇怪的是朱莉并没有太多的饥饿感 但是她感到自己的体力越来越衰落 有的时候连脚步都迈不开 朱莉还突然发现 胳膊上的伤口已经不仅仅是发炎红肿 里面居然有一些白白的小东西 再定睛一瞧居然是蛆虫 丛林里无处不在的苍蝇 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卵 产在了新鲜的伤口里 这也意味着朱莉如果不能够尽快走出雨林 她最终将因为感染而死 朱莉的策略是趴在河流中漂浮的树干上 顺流往下漂 这样节省体力 也确保自己不迷路 顺流漂到下游 河流的下游要不然会入更大的河 要不然有开阔地 这都意味着有可能有人烟 天黑的时候她就上岸睡觉 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 转眼来到了坠机的第十天 朱莉已经完全虚脱了 她勉强地离开了水流当中漂浮的树干 又回到了岸边 但是几乎都迈不开腿了 眼睛一黑一头就栽倒在河岸的沙地上 在她倒下之前 是迷迷糊糊地看见岸边有一条小船 驱落的朱莉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在这十天的艰难跋涉里 这种幻觉出现的频率已经越来越高 可是等她再睁开眼的时候 看到船还在 朱莉知道这回不是幻觉了 自己真的有救了 朱莉又定睛往船的附近瞧了一瞧 原来河岸边有一座破烂的小木屋 距离河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可朱莉是挣扎了几个小时才爬到了木屋里 然后就倒地昏迷不行了 第二天三位印第安人木材商来到了小木屋 看到了浑身是伤的小姑娘 她们大吃一惊 这是哪来的呀 朱莉此时暂时清醒了 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木材商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连小说都不敢这么编 从万米高空坠落下来还能生还 还经历了十天的艰苦跋涉走出了丛林 这小姑娘活脱脱的就是奇迹的化身了 三位木材商也早已经从广播当中听说了 秘鲁国家航空公司空难的消息 他们连忙用汽油把朱莉伤口里的蛆虫清洗了出来 这是习惯于野外生存的人们常用的一种清理伤口的办法 朱莉在亚马逊丛林里流浪了十天之后 终于得救了 之后三个人把陷入昏迷的朱莉送去了医院 等朱莉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了守在病床前的父亲 父女俩什么话也没说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默默流泪 事后朱莉才知道 在追击的当下一共有14个乘客生还 就包括了自己的妈妈 但不幸的是这14个人都因为伤势过重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去世了 所以朱莉是这场悲剧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 事故调查结果显示 这场空难绝大部分是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 首先508号航班的安检就不过关 机翼上的一些配件是临时拼凑上去的 而且飞行员为了赶时间硬闯雷暴区 后来为了躲避雷暴 又硬把飞机的高度提升到8000多米的高空 但因为它飞行技术不过关 飞机还是没有能够逃开闪电 导致机翼被闪电击中以后断裂 这次事故之后 Lensa航空公司被永久关闭 世界得知朱莉的消息以后都沸腾了 一个17岁的姑娘 从近万米的高空坠落下来还幸存了 她用了10天时间坚持不懈 一直顽强地穿越了危机四伏的亚马逊雨林 最后成功走出雨林 这是一个奇迹加励志的故事 哪去找这么好的素材 无数的记者都想找到朱莉 大家都想从她那拿到一手的故事 但朱莉谁也不想见 这是她最痛苦的回忆 最爱的妈妈走了 飞机上的人都死了 只有自己一个人活了下来 这种痛彻心扉的心情 没有人能够体会 朱莉对任何牵扯到这件事情的回忆 碰都不想碰 甚至她也极力疏远父亲 因为父亲也是这个回忆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朱莉一天天长大 她逐渐走出了创伤后的阴影 她也遵循了自己在空难之后 祈祷时许下的诺言 成为了一名生物学家 致力于学习和保护亚马逊丛林的物种 从这时起 她才逐渐地接受采访 开始讲出关于自己的故事 这段经历出了纪录片 说到这部纪录片希望之意 背后还有一段更加奇妙的缘分 纪录片的导演叫赫尔佐格 也是一位德国人 她当年恰好 就是买了两张508号航班的机票 但是考虑到 秘鲁航空Lansa的声誉不怎么地 她犹豫了一阵以后 就在起飞前两天退了票 结果这两张票 恰好就被朱莉母女接棒 踏上了死亡之旅 事故发生之后 赫尔佐格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 也真心地为朱莉母女难过 她找到了朱莉 讲出了这段奇妙的缘分 邀请朱莉来拍这部纪录片 朱莉本来是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的 但是在这段奇妙的缘分感召之下 就同意了 设置组重返亚马逊丛林 重走过了朱莉当年的惊魂之旅 他们还真找到了 当年拯救朱莉的那个三排座椅 还在那呢 赫尔佐格猜测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气流 减缓了朱莉下椎的速度 再加上是座椅先压在了树罐上 有树罐的缓冲 又有下面层层树枝树叶的阻挡 所以朱莉才在从万米高空坠落之后幸运生还 不过这场空难 当然还是成了朱莉一生都挥之不去的伤痛 她事后不断追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 在坠机前的那一刻 她看到的光球中的影像 难道真的是守护自己的天使吗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大伙觉得咱们这集节目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万米高空坠落生还 还穿越雨林 这难道不就是女版的蜘蛛侠 和人员泰山的结合版吗